中央电视台 开码重量125公斤成功 那么在今天的这16个选手当中 可以说这场比赛非常的有特点 可以把它称为是福建 广西队之间的对决 16个选手当中 5位福建选手 5位广西选手 这种人员对比配置 以往的比赛当中 还真是从来没有见过 这两个队就占据了 三分之二的名字 两个队加起来占了10个人 剩下的6位选手分别是来自 江西两个 河南一个 海南一个 广东一个 浙江一个 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呢 主要是看 广西和福建 这两支队伍的运联的互相较量 不过从报名成绩和以前比赛的情况来看呢 好像福建略升一筹 对 要略升一筹 包括福建选手丁建军 这也是上半年全国锦标赛的 抓举的金牌 对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是广东选手 熬力战 130公斤开把 那么收到福建和广西选手的竞争 在这个级别当中 确实这两个省份 过去这么些年来 都涌现出多非常优秀的选手 是这样的 对 特别是广西啊 在我们国家呢 以前的中小级别 对 在有绝对优势 但是后来呢 应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吧 被其他省市有赶超上来 对 而现在福建变得 广西变得是中大级别 反而具有了一定的优势了 比如说85公斤级的陆勇 还有男子94公斤级 目前全国停取记录保持者的礼宾 对 等等 现在出场的这是海南选手 吴仲霜 也是130公斤开把 吴仲霜的是1991年12月29号出生的选手 好的 那么在今天的A组比赛开始之前 刚刚结束的B组比赛当中 来自山西的选手方健 抓举142公斤 听举170公斤 总成绩312 这个成绩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高的成绩 对 这个成绩虽然是在B组大中产生的 但是它的排名和A组是同样的 对 要最终进行共同的排名 对 这个312是个什么概念 这个概念放在今天上半年的全国锦标赛 季奥运会资格选拔赛当中 是排在第五位的成绩 对 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的这个级别当中 顶尖的高手张杰没有来 于涛没有来 那也就是说这个312的成绩 按正常情况的话 拿上半年的锦标赛成绩来类比 他可以 还前三名了 对 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 这个A组的选手的比赛情况 好 现在上场的这是广西一队的选手李季传 同样也是130公斤的开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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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组呢是16个人 但是从开把成绩来看 抓局开把最低的是125 最高的是143 是定剑军 跨度并不是特别的大 这样的话 这个比赛进程应该是比较快 对 应该是比较有差 成绩能够互相咬在一起 这样的话就出现连续试举的 这种情况会少一些 另外呢 我们在男子62公斤级呢 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 对 并且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呢 一直有一个优势的群体 但是呢 在今年的伦敦奥运会上 我们判出了张杰很遗憾的 是直取得了直取得了第四名 对 那么是朝鲜选手金恩国 以打破世界纪录327公斤呢 夺得这个级别的精彩 那么这样呢 由于朝鲜选手金恩国的出现呢 确实给我们国家在这个级别上 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福建选手陈宏庆 陈宏庆的抓局是130 停举报的170的开把 陈宏庆是一位停举具有一定实力的选手 非常的稳 陈宏庆在2011年的全国锦标赛上 当时是他夺得了这个级别 总成绩的金牌 当时抓局140公斤 停举175公斤 在冲击超世界纪录的183公斤呢 没有成功 现在呢我们的当务之急啊 是在这优势群体当中呢 能够冲出更尖子的选手 对 不然的话我们就又会形成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样一个局面 因为朝鲜选手金恩国这几年的成长速度 确实也是非常的快 这次奥运会上抓153 抓153 这是一个平奥运会 新奥运会记录的成绩 是平世界纪录 平世界纪录 当时这个纪录呢 原纪录是石志勇创造的 但是他没有打破是平这个纪录 对是平 但是他是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 对 然后停举174 总成绩327是破了新的总成绩世界纪录 8月30公斤 李春森 是86年出生的 算是一位老匠了 他在2005年的时候 就出征参加亚洲举重锦标赛 当时是获得这个级别的冠军 那么现在呢 这个选手主要的特点还是比赛当中的成功率偏低 动作的稳定性不是特别理想 那么现在应该说 刚才提到了 是福建有五位选手 广西也有五位选手 这里边 那么广西最有竞争力的 是秦义福 秦义福呢 是总成绩也曾经打到过 318 并且呢 它是在停举上更具有一定的实力的选手 秦义福今天是130的抓举开把 170的停举开把 对 但是到现在它没有出来 它果然加了一公斤 陈美龙 秦义福 还有敖利战 三个人都是加成了131公斤 敖利战是130开的 在130这个重量上 原定130开把的人有一大串 对 现在根据体重情况和牵号 都调整了开把重量 好的 这是172队的罗宜泉 那罗宜泉在今年上半年参加锦标赛的时候 当时是124公斤开把 三次试取呢 没有成绩 那么今天呢 在开把重量上 家里公斤125 现在呢 是两次试取都获得了成功 现在据应杰您了解的情况 那么在抓局当中呢 还有一位选手是不可忽视 是来自福建的 对福建选手黄敏豪 1992年出生的年轻小匠 今天的开把重量和钉剑军 同样都是143 这143公斤开把呢 就是在奥运会上 也是一个高速的开把 所以我们一会儿也关注一下 这个年轻的选手 好 先来看一下江西选手黄志勇 江西选手黄志勇的第二把 要到了一百三十公斤 好的 江西选手黄志勇的体重呢 是六十一点四二 而广西选手罗玉前呢 是六十一点五二 所以他举起同样的重量 现在黄志勇的名字要靠前 所以他千号两个人呢 是挨着一十二号和十三号 今天几位福建选手的体重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丁建军六十二公斤整 黄敏豪六十二公斤整 陈宏庆也是六十二公斤整 三个人体重刚刚达到要求 这第一说明呢 这几位选手可能平时的体重呢 偏大 第二呢 是在比赛当中 主要是靠实力去赢得好的名次 对 好 我们看一下广东选手 敖利战 第二把 一百三十公斤 第一把的时候没有起来 他今天体重也不小 六十一点八六 敖利战在上半年的锦标赛上 也是一百三十公斤开把 三次试举没有成绩 我们希望他今天能够改变一下自己的状态 稳住 好的 上半年一百三三次没有起的 如果下半年这把再砸了 那第三把的压力就太大了 对 心理上会有阴影的 对 心理上会有阴影的 广西队也形成一个群体 如果一个省能形成五六个选手 成绩相接近 或者是一个出头 那么福建还有一个张杰 对张杰还没有来这次 那么这样对这个级别的发展 将会非常有推动作用的 对 选手之间 由于报名次人数 有的时候是限定的 那么大家也有一个竞争的过程 没错 这样的话就首先 就拿这个级别 现在这个情况来说 首先在 全市场 一个省内 它形成了一种非常好的竞争的局面 对 就是说这个全运会 明年的全运会 你比如说你福建 你人很多 有张杰 最多都派两 对啊 一个级别你最多派两 这样的话 这五六个选手之间 它的竞争本身就很激烈 对 这有利于他们水平的提高 特别是在训练当中 就互相会产生一种 对 或者较着劲 对 广西也同样是这样 那么一个省 我们现在在这个级别当中 广西跟福建 能做到这个地步 那同样对于这个项目 我们在往国外派人的时候 比如说参加亚锦赛 参加市锦赛 那这时候派福建 还是派广西的 对 那这要选吧 那两个省的选手 也会形成一种 非常好的良性的竞争 对 这对于62公斤级 这个级别的水平的提升 帮助是非常大的 然后就是您刚才提到的 那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在这一批 非常有实力的选手当中 谁能够成为一种 天才式的选手 迅速地窜出来 对 达到现在327 328 这样的一个 就接近330的 这样一个 是 我想以后的训练也好 包括比赛也好 教练也会把 这个目标定得会更高 对 因为我们前面的 对手实力 确实太强大了 是327 我们原来呢 一直还没有碰上 有超过322的成绩 对对对 都是在320公斤以下 这个金恩国库去 两届市井赛 也就是321 322 对 321 还没有超过322 对 这是广西二队的李春生 第二次市局130公斤 在比赛当中呢 如果是成功率高一点 会发挥好一些 但是呢 绝大部分的时间比赛 它的成功率 确实不是很稳定 在前面第一次市局 我们就介绍了 这位选手 实际在2005年的时候 就已经派出参加 亚洲举动锯标赛 当时是获得这个级别的 总成绩的金牌 实际7年过去了 这位选手的成绩 涨的幅度不大 另外比赛当中的成功率 多次比赛都不是很高 我们看到 广西的总教练 谭汉勇和他在交流 这样的话 李春生要连续试局 这也是今天的第一个连续试局 刚才您也谈到了 他的这个问题 通过多次比赛来看 成功率一直都很低 对 甚至还有的时候是砸锅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这么多年他的这个比赛成绩 我们一直看提升不大 对 就在这 就是哪怕训练高了 训练水平高 但是在比赛当中也发挥不出来 你在比赛当中根本表现不出来 这是逆光 丁建军吧 丁建军 我们看丁建军现在在后场 依然还都没有开始 没开始抓钢铃的 对 另外在他后面坐呢 是万建辉 他挡着的应该是陈斌 陈总教练吧 不是 看着体型有点像 是杨秀诚 杨秀诚 那么丁建军呢 是万建辉的教练 也是 李清风 也是万建辉的学生 好 好来看一下广西拳手李春生的第三次试剧 130公斤 还是敢拉啊 进走 这是广西队的总教练 谭汉勇 带紧 好 哎呀 好悬 腰松了 生生的顶住 前两次后调 这一次呢 有点不敢发力 对 还经常是前一次后调 对 再一次前调 然后最后一把成功 就是成功率啊 对李清风来讲 很少有三次试取 三次成功的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大问题 但是 作为一个86年出生的老将 到现在26岁了这么多年 您刚才讲过05年的时候 就代表国家队参加亚洲的举重锦标赛 对 05年到现在已经七年过去了 在运动成绩上没有大的提升 在成功率上没有明显的提高 所以这个队员我觉得他可能已经是 形成一种习惯 今天上半年比赛是132公斤 三次试取没有成绩 好 这是福建选手陈梅龙 131公斤的开靶 1993年4月29号成生的年轻小将 这次呢 福建的陈梅龙 包括吴玉超 都是第一次参加成人组的比赛 这种紧张的心情是在所难免的 对 特别又是第一把试取的时候 另外呢像这些选手也知道 包括丁建军呢 呃 还有那个陈红青啊这些老将呢 他们都是在同一个举重馆训练 他们都互相能看得到 看得着对方的成绩和水平 所有的年轻选手心想 我今天我和你同场竞技了 想表现一下 往往有的时候没有表现出来 对 好 现在上场的是广西一队的选手 秦义福 也是131公斤开靶 嗯 这也是在今天16位选手当中 年龄最大的 84年最新的选手 不过这位选手啊 在 停局上还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 但抓局呢 也是他相距的落下 他也是原定130 130开靶 加力公斤 哎呀 这杠铃已经靠后了 对对 这秦义福啊 十年前就是国家队的队员了 嗯 其实有时候想想像秦义福这样的队员啊 就是说这么多年来 在十年前就进到了国家队 但是现在的这个成绩 只能说是在这个级别当中是一个中游水平 对中等偏上 但是呢一直打不到高水平 对 所以说呢 很难承担就是重要的国际赛事任务 嗯 因为我们在这个级别当中呢 有 张杰 还有鱼涛 还有鱼涛 还有原来的最早呢 就是杨帆 对杨帆 这些选手呢 幼于水平还是比较高 都是在320公斤以上 这样一个水平 福建选手陈梅龙 第二次市局137公斤 刚才也是在这个重量上 对 对 对 真的要有拼的思想 好 跟第一把一样 他这个杠领起来之后 左边低 右边高 对 有点偏 那么年轻选手在比赛当中 有点偏 那么年轻选手在比赛当中 最大的优势 就是要赶拼 对 他没有包袱 现在目前抓局的记录是153 由石志勇保持的 停举是182 是由六茂盛保持的 总成绩也是由石志勇创造的 是327.5 原来我们也一直保持了三项抓局 停举和总成绩的世界记录 但是呢在今年奥运会上 张杰保持的总成绩 是326公斤被 朝鲜选手 金恩国所打破 这一说明呢 我们在这个级别当中呢 实际 一直有一个很优势的群体 也有很多的人才 对 那么在04年呢 是石勇 获得这个级别的冠军 在08年是张祥祥 获得冠军 这张祥祥也是福建选手啊 对 现在我们看到 镜头给到了万剑辉和他的学生 丁建军 那么万剑辉呢 在本届伦奥运会上带出了 林清风 对 男子69公斤的奥运冠军 那么实际张杰呢 他也是万剑辉的学生 刚开始摸钢铃杆 对 因为他是143公斤开把 现在场上的重量才只有131 那么距离他出场的把数呢 应该是在30把以上 所以他现在开始刚做组命活动 基本上是保持两把做一组 这样的后场组 对 就是前程举两把我后场 我做一组 做一组 比如说从50公斤开始做 50 70 90 100 110 120 一般到135左右 或者最多做到140 再出场 对 好来看一下福建的陈美龙第三把 这把干脆就拉的高度也不够了 现在这个福建与广西的对争啊 就对对抗 首先是陈美龙 没有成绩 刚才呢 广西选手李春生也很危险 特别他有一个开把 130 对 这样现在目前是形成了5比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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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出场的是广西二队的罗宇泉 第二把132公斤 这把上的幅度小一些 上了两公斤 他是125公斤的开把 第二把加5公斤到130 这是他的教练来士扎 也是我国优秀的56公斤选手 这张这也是世锦赛冠军 对 当时停举是全国纪录保持者 这次拉不起来 不过这个进步已经很大了 今天上半年的全国锦标赛 他是124公斤开把 对 前两把都没有起来 第三把才成的 那么今天呢已经是完成了130公斤 这样一个重量 将自己的成绩提升了6公斤 我们看到罗宇泉的教练来士章也很高兴 其实来士章的年龄不大 但是呢 看来头发不多了 嗯 好 现在杠铃的重量加到了133公斤 江西选手黄志勇 今天呢 江西也派出了两位选手 参加这个级别的比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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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志勇在前两次洗衣服当中 都获得了成功 嗯 嗯 嗯 轻松轻松 别罢了 兴奋点啊 对 对 这个成绩呢 也和他以往比赛的成绩呢 是相同的 都是130公斤 在10年的比赛当中呢 11年锦标赛 他就抓紧成绩也是130公斤 不过在130已经起来的这个重量的选手 不过在130已经起来的这个重量的选手 他的这个体重是最轻的 现在在1234567 7个130公斤当中 他是排在第一位 对 但是呢 其他选手还还没举完 对 有两位选手已经结束了 李春森和罗宇泉 好 现在出场的这是广西一队的选手李季传 现在出场的这是广西一队的选手李季传 好 这是广西教练唐景波 压着的腰 比赛 很高 快被往下广西了 好 133公斤 江亚里季传又终了抓紧比赛 目前是排在第一位 第一把没有起来 如果第一把起来的话 他应该至少是到135 杠领重量加到135公斤 广西一队罗雄伟 看来今天的广西和福建的教练是最忙的 对 他们有的教练还有带两个队要参赛的 可能但是他以主要的选手为主 没错 今天双方的教练盯着电子屏会非常的累 非常的费劲 他也是更改了自己的开把重量 原来预报的是131 现在调整到135 对 这位选手也是91年出生 好的 放龙到顶的时候 这腰稍稍的有点松 还好及时的顶住了 今天我们前面一直在介绍 今天16位选手当中的两个省 占了10位选手 这样呢 在比赛当中呢 是互相会起到促进作用 对 所以今天我们从整个来看呢 比赛的成功率还是不错的 比其他级别要好一些 另外今天这个比赛时间 比赛的气候条件 都很有利于运联发挥自己的水平 可是还是挺時的 一个晚上 NEET 对选手发挥出好成绩 还是非常有利的 对 另外呢 今天晚上 但是现场的观众也比较多 可能广西多也有关系 今天晚上有五位广西队员 所以观众多了之后 选手的这种表现欲 比赛的欲望会更加强烈一些 今天的比赛好像篮球比赛 各上五个选手 刚才广西选手罗兄伟 举完了现在马上有福建选手 吴宇超 同样也是135的开发 对 现在可能本土作战还是不太一样 今天广西选手 虽然李春森可能两次试举没有起来 其他选手成功率还是很高 而对于福建选手来说 今天的成功率就不是太理想 福建选手陈美龙三马砸锅 三次试举没有成绩 我想如果换一个地方 今天晚上如果安倍在福州比赛 可能情况就有所不同 所以这就是运动员适应怀孕的一种能力 虽然是福州和柳州相差并不太远 气候条件也比较接近 但毕竟是本土作战 对 还有很多有利因素 所以我们经常叫做天时地利人和 海南选手五重霜 第二把135公斤 这个选手也是130公斤开把成功 这个选手也是130公斤开把成功 大拇指还在另外四个指头的背侧 对 这样是被握住 是有四个手指都保护一个手指 对 这是实际上是最科学最好的一种握法 对 跟我们常规的一种握大拇指在外侧的这种握法 它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我们这个常规握抓东西 这种抓握大拇指在握在外面 它显得更灵活一些 对 控制一些器械更灵活 但是实际上要是稳定性 它不如我们刚才看到运动员的这种所握 对 现在广西的罗雄伟和福建的吴玉超 这135都成功了 但是广西的罗雄伟呢 还是有两次失去 现在福建的陈宏庆也出场了 陈宏庆第二把135 陈宏庆也是挺强 抓捡的稍稍的弱一些 对 好的 今天陈宏庆发举 给人感觉很干净利索 对 那么在今年的6月份啊 国家队去安徽层岳西石关基地 就是转训的时候啊 这个陈宏庆也去了 当时呢前半段练得非常好 但是呢后半段那个腰受伤了 我们不知道这一段呢经过恢复训练 今天是否会影响他的停举 但是从抓据情况来看 今天陈宏庆给人感觉 动作很顺利 这是他的教练徐武宗 我们看到玉女啊实际完成好动作 也是很开心的 对 非常开心 嗯 广西队的秦义福第二把 同样是135公斤 真是形成作对撕杀了 就是作对撕杀 这时候就是看着体重看着千号 对 怎么要重量 实际呢秦义福和陈宏庆这两位选手 有相似之处 都是抓举偏弱 但是同举 偏强 就是这样 陈宏庆的体重是62.00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秦义福 他的体重只有61.74 他就追着陈宏庆咬 高度差了很多 这次带铃带的不太好 有时候这个我们说这个选手这个杠铃拉的高度不够 并不是说他不具备这个力量 对 还是这个用力的顺序 用力的没有完全稳定的 对 一动肯定是丢 好现在上场的这是福建选手 吴玉超 这也是第一次啊 吴玉超参加成年组的比赛 刚才第一把135公斤没有起来 我们来看第二次 救命 小心 好的 好的 对这个年轻选手啊 特别是第一次渗入到成年组的比赛 后场的准备活动啊 是非常关键的 就教练员啊 要多让他们把活动 特别是在抓住当中 因为他首先要出场举这个重量 要多做活动 让他做的 就是把紧张的情绪练出去 把高昂的状态练出来 要达到这样一种状 但听局呢可能就会好一些 他主要是已经经过了一次抓局的过程 所以这个兴奋点呢 已经都调动起来过 这把起来之后自信不一样了 威超刚才下台的时候 跟自己的教练伸了一个巴掌 要上140 好我们先来看广东的奥利战 第三把135公斤 这把啊 这种扔杠啊 看来我们 而且举完之后看了看自己的手 可能是有点脱手了 可能是有点脱手了 所以没办法 只好向后这么一扔 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对 由于这几年的变化 世界上在这个男子62公斤级啊 也涌先出了一批比较尖子选手 实际在08年奥运会上 当时张翔翔获得这个级别冠军 总成绩是317 对 而当时获得第二名的成绩 才只有305 而现在呢已经达到了 就是前三名的成绩 都是在317 对 所以说呢 在这个级别当中 如果想在参加世界大赛 取得好的名次 在抓举的比赛当中 一定要超过140公斤 那么停举必须在170公斤 这样一个水平 所以目前呢 我们这些选手 都是还在停留在130 还需要 一定的提高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广熙 对秦义福 第三把135公斤 刚才他是第二把的时候 要到了这个重量 没有起来 很关键 这一把 秦义福 这也是84年出生的老将 哎呦 稍稍拉过一点点 这样对他来讲 想争夺总成绩的金牌呢 就难度很大 很大了 这难度太大了 因为 抓举成绩只有1301公斤 对 因为丁建军呢 143公斤开靶 依然还没有出场了 现在 另外呢 福建另外一位选手 黄敏豪 黄敏豪还没有开靶 开靶 并且黄敏豪的停举开靶 也并不是很低 是163 前两天在厦门 见到了黄敏豪的启农教练 厦门的这个陈强教练 也介绍了一下 黄敏豪最近的训练情况 他提到黄敏豪最近 训练当中的表现 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而且黄敏豪这个队员 目前他没有什么伤病 好 来看江西的雷海涛 看看他这一把和上一把 完全就不同了 不同了 也许上一次起来以后 加三公斤 要到138 还有可能起来 对 但是现在这个重量没变 他依然都没有起来 所以这就是运练第一 虽然有的时候 看着很轻松的失败了 但是再给他机会 往往还就不一定能把握得住 没错 这样的话 雷海涛最终的成绩 也只有132公斤 就我们感觉 雷海涛这个队员 多次参加这个级别的比赛 但是成绩 倒是比较稳定 都是在130到135之间 你每次都是举起一个开把重量的话 基本上要想得到提升是不可能的 对 并且这个开把重量又不是很高的 对 又不高 好来看一下河南选手中启航 136公斤的开把 那么他开完之后 浙江选手毛城的137公斤的开把也盖到了 之后就应该是140公斤 这个重量上几位选手 现在呢 还有两位选手是预报了137 对 好的 中启航136公斤开把成功 中启航今年上半年的全球锦标赛的抓举成绩是137公斤 当时是133开把 第一把成了之后第二把137 成了之后第三把要到139没有起来 河南选手钟启航 以及江西选手李海涛 这两位选手一直是这个级别的老队员 每次都参赛 但是水平呢 都是最好是在305或306 这个抓局呢 也是在135上下左右 就没有超过140公斤 但是今天呢 宗启航的第一次试局显得很有 这个精神状态 状态不错 好来看浙江选手毛尘 137公斤的开把 慢点慢点 宗启航的拳手的握具 相当快 杠林几乎是擦着他这个头发上去 实际毛尘呢 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也已经记录到国家队的行列当中 在今年的上半年比赛啊 实际他练得很扎实 也到了150 平局也到了175 可是在比赛当中呢 因为还是很年轻 当时是140公斤开把呢 三次试局没有成绩 不过这个开把也是 这个比较高的开把了 毛尘是1992年出生的选手 今天毛尘的体重也很大 刚降到62公斤 好我们来看一下海南选手 吴仲霜 最后一把137公斤 这是他的教练张良 闻一下闻一下 哎呀好悬呐 杠瓶起来之后左低右高 这样的话 这位选手也完成了自己的抓地比赛 137公斤 他跟毛尘我们看 毛尘还有两把 毛尘的137开把成功 但是毛尘体重是最大的62 现在吴仲霜呢 在抓地比赛这个成绩 很有可能继续前八秒 加油 好 拉起来 陈洪庆 最后一把也是要到了137 哦 陈洪庆的体重是62 对 毛尘的体重也是62 黄米豪的体重62 黄米豪体重62 今天有四个62的 那他这个137起来之后 他的排名应该排在 刚才举起这个重量的 但是他主要还是为了总成绩 他的平局 他还是要拼平局 对 我不能加的太多 嗯 好的 今天陈洪庆的抓举三次成绩 三次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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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产生这个总成绩的前三名 或者更重要的是想争夺这个级别的总成绩的金牌 现在场上的重量 所有的选手都是要到了140 对 实际呢 这个重量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40这个重量是个什么概念呢 今天轮断奥运会上获得第二名的选手 莫斯奎拉 抓紧的最终成绩140 中国选手张杰 奥运会上抓紧的最终成绩140 对 就是140公斤在世界大赛当中 肯定是几进前六门了 对 当然要想进前三还得往上走 对 还得到145 好 我们来看广西一队的罗雄卫 140 整个胸枪没有打开 高度也不够 所以这个重量我想对他来讲 有一定的难度 现在场上的抓紧还有十一把的试取 丁建军还没有出场 黄敏豪还没有出场 只差他们俩没出场了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河南选手中启航 第二把也是140公斤 其实比到现在啊 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讲 在抓紧的校长当中 福建选手的整体实力 还是比广西选手要更强一些 对 现在应该从场上情况来看 只有毛尘 这样的毛尘 会有一点 对这个抓紧的金牌 有一定的冲击力 其他选手应该已经没有什么事 把力要搞 要站住啊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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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着钢铃啊 这个提拉起来以后 这个发力应该是就没有了 这个发力啊非常不给力 对 就是胸腔完全没有打开 身体打不开 这个抓举啊特别是这个发力的那一瞬间是非常关键的 不在于提拉的这个速度有多快 但是一到发力点 这个给力的时候一定要爆发力很强 嗯 才能使杠铃上升的高度达到支撑支撑的这个高度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福建选手吴玉超 他的第三把 140公斤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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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这样的话他最终抓起成绩也是135公斤 现在举起137,只有陈鸿杏,还有毛尘 毛尘还有两次的尸体 135,现在有一串 现在杠铃的重量还是140,该广西一队的罗熊位了 现在137起来有两位选手,135的有两位选手,还有一位是136的,重启航 现在场上还有两位选手是市局140公斤 好,来看一下广西一队的罗熊位,140公斤,第三把了 这次啊,他必须是全力以赴,不然的话,拉的高度就会不够 比第二把好像稍稍高了一点,但是也没有好到哪去 这样的话,最终这位选手也是只起来了一个开把重量135公斤 他的体重呢也是61.96,肯定不比在前面了 吴玉超的体重是61.90 吴玉超排在他前面 对 现在河南选手中启航,还有一把 还有最后一把,也是140 这个重量起来呢 对中启航来讲,就是在 比赛当中提高了自己的比赛成绩 很有经验啊,在等这个30秒的提示音 很有经验啊,在等这个30秒的提示音 他最终也是136公斤的抓举成绩 还是维持自己以前的比赛水平 对 那么现在场上的抓举呢,还有7次,8次 8次 这两个选手毛尘还有两把,黄敏豪,福建的黄敏豪,征建军 还都没有出场,这样的话 抓举还共有最后的8把 由于啊,今天的比赛呢,争夺的也比较激烈 所以今天的成功率啊,也是不到50% 对 至少目前不到50% 这个现场的积分屏,一眼看去 红的多,绿的少 对 现在我们看一下,毛晨是不是已经都 还没有获得,因为 他137的体重是62 他还没有几近前三名 对 那么如果这个重量他起来了,就是 稳保这枚的抓举的奖牌 对 毛晨也是 上一次成与会的冠军 好的 漂亮 这样的话,毛晨至少是锁定了一枚抓举的奖牌 今天毛晨呢,这个比赛作风啊,和福建的丁建军两个有相似之处 所以他们也应该说,虽然他的年龄有一点差异并不大 在国家队啊,也都是好朋友 两人其实只差三岁 对 丁建军189年的,毛晨是92年的 但是呢,丁建军呢,去国家队要比毛晨要早一些 而且呢,国家队也是经常要到福建马江基地去转训 所以这给丁建军一个,也是一个学习提高,这么尽早的熟悉国家队的一个机会 好,现在丁建军出场了,因为丁建军的签号呢,是今天排在最前面的一号 所以同样是143的开把,丁建军要先出,黄敏豪后出 那么丁建军呢,也是2009年世界举重椅标赛抓举的金牌 他也是在今年上半年20会的选拔赛上 自己举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148公斤 对 抓举是丁建军的强项 好的,143,稳稳地举过头领 那么在09年世界举重锦标赛,当时也是丁建军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 他当时的成绩呢是146公斤,应该说也是一个高水平的抓举成绩 对 好,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就是黄敏豪 来自福建厦门的选手 黄敏豪在上半年奥运会选拔赛上,当时开把重量是140公斤 加到了145公斤,遗憾的是两次没有起来 而这个选手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可以说训练得非常好 进步速度很快 所以我们今天也通过这个比赛来看一看 好弦啊 坚松 好弦啊 这个选手啊,我看这个身高也是偏高 因为他才是92年的选手啊,很可能将来也有上一个级别这种可能性 对 关键看实力,另外看他的体重的这个发展情况 不过这第一把的抓举啊,给我感觉还是有点紧 有点紧 这个紧呢,是来自于多方面因素的,因为和高手同场竞技 还有一个因素呢,自己平时练得很好 也非常想在这次比赛当中呢,展现出来 这样呢,也会容易背上包袱,是动作呢,放不开 对 浙江选手毛诚的最后一把,也没有再往高了要 就是要到了143,加了两公斤 对,那么这个重量实际起来呢,他也已经输给了丁建军 因为他和丁建军的体重呢,更是62公斤 对啊,西空老带好 前面介绍了,举起相同重量,体重相同 那么,谁先举起这个重量,谁先举起这个重量 谁的名词靠前 对 慢点,慢点 好的,稳住 不要,哎哟 这个时候,毛诚要是杠铃厚掉,那就怕为失败了 不过这一点,对他心里应该还是非常清楚 他有的时候不是他心里不明白,而是控制不住杠铃的这个情况 这样的话,浙江选手毛诚最终的抓紧成绩,143公斤 嗯,这是毛诚参加这个62公斤比赛呢,个人最好抓紧成绩 哎,黄米豪刚才第二把要到了147,这回突然一下降了两公斤,降了145 而丁建军的第二把是要到了148 对,因为现在目前呢,黄米豪是输给了 嗯,他也不输,黄米豪,他也不输 他也不输,他也不输 他先起来的143,这个重量 对,对,对,对 现在实际呢,毛诚呢,是 获得这个级别抓紧的铜牌 对,铜牌 因为同样,今天三个人的体重全部都相同 是62公斤 都是62,这很,很,很,很巧合 再加上陈宏庆,陈宏庆也是62 对 黄米豪这把没有多要 这145也是他今年上半年比赛第二次失举的重量 好的 好的 这一把跟第一把有些相似之处 就是杠铃起来之后还是有一些靠后 对 他是声声调整出来的 但是呢,他毕竟增加了 对 两公斤的重量 另外呢,他现在想啊,这个级别这个抓局 冠军还不是他的 嗯,丁建俊还有两次试局 对 这对队员来讲,因为虽然是场下是朋友 但是场上呢,都想去争夺这枚金牌呢 都想证明自己的实力 对,黄米豪这个要法也很有意思 我们看他第三把要到148 而丁建俊现在是第二把要到148 那么他先看着丁建俊举 看你的148,起来还是起不来 对 如果你起不来的话,那么我踏踏实去举我的148 最后再看你最后一把是一个什么情况 对 那么整场比赛呢,是广西和福建选手 这个因为多一些,互相比 最后还是形成了福建对自己的较量 对 那么这个重量呢,是丁建俊在纪念上半年锦标赛上 举的148 也是他自己个人的最好的抓局成绩 如果丁建俊148起来之后 您觉得黄米豪会不会在第三把 我再加一公斤,干脆去举149 不会的,我想原则上不会 好 好 漂亮 哦 丁建俊抓局的力量力度的提高 因为什么,这个丁建俊他必须定是一个 第一是他们本省队员 这个金牌已经落在了福建队的手中 那么第二呢 关键还是要看黄米豪劝持拒捕拒捕这种能力 我觉得实力是第一位的 诶,加了149 你看他真加了一公斤 对对对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在厦门见到这个黄米豪的启蒙教练 陈强教练的时候 陈强教练跟我介绍了一下黄米豪近期的一些训练情况 包括他成绩的提升,包括他的伤病 黄米豪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伤病 另外呢,他的这个年轻,他进步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实际上这个149 不是他前一段时间训练当中达到的最好水平 他前一段时间已经达到15是你再高一点了 所以今天敢尝试这个149 对,今天应该说也可以尝试一下 对,可以尝试一下 就是起来了 我看着你丁建军的最后一把150 或者说 我想丁建军不会去考虑他的149 他肯定是150了 丁建军现在已经上架成了 对 他百分之二是让你先举149 对 看你成或不成之后 再根据情况再进行变 丁建军,不 我想不会再变了 就150了 对 放开 因为他们的体重是相同的 这是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这样的话,黄敏豪最终是凭借145公斤 收获了抓紧的银牌 丁建军已经是稳稳的收获了抓紧的金牌 148公斤 那么最后一把150公斤 我们看一看丁建军 浙江选手毛城是143 获得是铜牌 那么现在再回过看一下 这个145公斤这个水平啊 实际是今年奥运会上的第二名的成绩 对 也是去年世锦赛的第二名的成绩 因为当时有朝鲜选手 杰恩国是抓紧150 其他选手呢 只有 印度尼亚选手也才只有抓 就是145绝对是世界这个银牌的水平 对 好 我们预祝丁建军呢 在这个级别上突破自己的最好抓紧成绩 150公斤 嗯 丁建军今天这个状态啊 这个兴奋性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对 这是他的教练万健辉 现在也是奥运冠军的教练了 好漂亮啊 加油 拉起来 差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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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拉宁啊 这个力量还是差一点点 这样的话最终 丁建军是以148公斤或多的抓紧锦牌 好观众朋友稍事休息之后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停举的比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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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好 好 董 感谢观看